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LH讲座 我是这次的讲者廖家卫 本堂讲座一刀未减一进到底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想观看的主题 以及你想观看的速度来进行调整 那我这次讲座主要有三个卖点 第一个是我将带大家重新认识数学 那身为国高中生的你们 可能有些人也想要念数学系 但是大学数学真的如你们所想象的这样吗 所以我将稍微介绍一下大学数学 但是并不是要讲一些很生意的大学课程 不然的话待会可能大家都会睡着 而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将分享我在教学中 如何找到自我价值 发现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 在上面发光发乐 第三个的话是我将分享我跨领域的一个经验 然后分享数学与资讯的一个结合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会分享的是数学以及教育以及资讯 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目录 首先的话呢 我会做一下简短的自我介绍 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介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以及我所留在的数学系 接着我会推荐几门B上的课程 还有呢最重要的是 我们四大数学的教育学程 以及我的教学经验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探索未来与我的心得收获 好 我叫廖家伟 从小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但是呢 在长大的过程中呢 逐渐在教学中找到属于自我价值 并且呢 在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在上面发光发乐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时候与长大的我 小时候的我呢 学习总是比别人慢 可能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 我都要比别人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才能学习好 那小时候我是一个调皮的宝宝 好奇 好奇宝宝 然后呢 好奇心呢 总是让我不停的犯错 所以呢 在老师眼中呢 我总是是闯祸大王 所以因此我变得是没有自信 那我就变得是拥有以下四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容易紧张 然后呢 并且在意他的眼光 那 我希望我在老师的眼中呢 是一个乖宝宝 以及呢 我在做事之前呢 我会变成思考变得比较缜密 然后呢 并且追求完美 好 那长大后的我是如何获取自信的呢 那我就自从大学之后呢 我就从事了教学工作 那并且呢 在教学中呢 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那我自己教学相关经验的话呢 主要有在补习班 然后呢 市长协会 以及学校担任主教 平常的话呢 我也喜欢帮助别人 因为呢 呃 帮助别人之后 那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嘛 我最喜欢看到就是他们露出了一个开心的微笑 或许那个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了 好 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 好 那小时候我其实是出生在新北市的 那父母呢 为了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育资源 所以在小时候呢 我就从新北搬来台北 那过程中的话呢 我一共读了三个小学 所以呢 我就不停的在适应新的环境 好 那在呃 这个成长过程中呢 我遇到了两位启蒙老师 第一个的话呢 是我国小的数学老师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 那他是我的补习班老师 那国小老师呢 他带领我了进入了数学的领域 让我觉得 哇 数学原来是一个很有趣的科目 而高中老师呢 让我在这个数学 迷茫数学世界里 然后呢 引领我一条 呃 通往一个算是成功的道路 那 所以呢 我想要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一个数学老师 那我上课的时候常常会想 如果我是老师的话 我会如何教我的学生们 所以的话呢 下课的时候 当同学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很热心的去帮他们 我会告诉他们说 哦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那我也很希望说我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的老师 好 那因此的话呢 我立志成为一个数学老师 那当然的话 那我就必须先进入数学系嘛 那在进入数学系之前呢 我在高中的时候呢 有参加过大学的营队 然后并且了解到大学数学和高中数学其实是有差异的 还记得那时候呢 我去了大学营队之后 然后呢 那时候呢 他们请到一个很厉害的教授 来为我们上课 那当时上的是关于直数相关的一些定理 还有一些 比如说RSA的加密系统 那当时教授讲的很起劲 在台下都睡成一片 然后只剩下我观察四周 然后就发现说 怎么大家都睡着了 所以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说 大学数学其实和高中数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一个差异在 好 那但是 虽然我知道说大学数学和高中数学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仍然想要答应一名数学老师 所以我的目标依然锁定在数学系 而且是师达数学系 那父母知道我想念数学系之后 其实呢 呃 他们思考很久 因为他们他们觉得说 诶念数学未来出来不能干什么 除了当老师以外 而且当老师 呃 或许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人吧 对 所以呢 那时候我和父母沟通了很久 然后呢 呃 当然也冷战一段时间 但是呢 后来呢 我就以 诶 当以数学系为跳板 然后呢 并且呢 说服他们就是 念数学系未来可以去其他科系 然后或是找其他工作啊 不一定一定只能当老师 所以也成功说服他们了 好 那但是呢 呃 也并没有那么顺利 就是直接进到 想要进的十大数学哦 呃 我其实在指考的时候 不小心失常 但是呢 那时候我就向神明许愿 如果呢 我上了十大数学之后 我一定要成为 呃 一个很棒的老师 我会帮助我学 尽我所能的帮助我学生 把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呢 传送给他们 然后呢 让他们呢成为 让他们考上他们心中理想的大学 好 那来看看说 我上了大学之后 然后呢 我的 关于我的教学经验 那从大一的话呢 我就进到了补习班呢 当了解题老师 然后呢 一路累积了教学经验 在大二的时候呢 我申请了系上的教育学成 而在大三的时候呢 我担任了系上的学习教士的一个老师 那在课后的话呢 专门辅导学弟妹们 维基分与现行代数 到大四的话呢 系上老师啦 找我去担任 专业科目的助教 像是高等维基分与维恩方程 并且呢 我在那时候呢 也申请了一个叫做思想证 后面会介绍 而在大四下的话呢 我来到了中和高中 与四障协会进行辅导 然后呢 并且呢 完成了教学能力检测竞赛 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好 那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很多人都想说 说你以后就是想 一定要当老师咯 那时候呢 其实在思考的就是 我们面对社会的现实 像现在是少子化的浪潮 而且呢 教师的职缺越来越少 像现在北一女啊 或是前几字院 他们只要开一个职缺的话呢 动辄两三百个人 就会去印证 而且呢 他的录取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教师的薪水呢 虽然稳定 但是呢 其实还不多 那这边呢 稍微呢 整理了一下 我们发现说 如果今天呢 我从25岁毕业 然后呢 一路当老师 当了25年 当到50岁退休 那我的薪水呢 假设从5万 然后呢 一路这样线性的 成长到7万 我们算了 这个三百个月呢 我可以大概赚了 1800万元 这个1800万 其实在台北市 可能还不够买一间 30坪以上的一个房子 所以 为了自己的未来 对不对 你未来可能要 跟别人成家立业啊 那这样要照顾 你可能要照顾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照顾你的小孩 这1800万根本还不够自己生活呢 所以的话呢 我去思考就是 看能不能自己 有个机会呢 去找寻第二专长 或是跨领域 好 所以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锁定了以下几个职业 好 像是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的话呢 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这个薪水呢 可以很高 然后呢 供实地 那就以下的 像是这边有一个资讯业 或是金融业 又或是 通讯业之类的 电信业 好 所以呢 锁定以下几个职业 以及呢 他所对应到的 那个科系 好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在想哦 诶 我到底 未来想要呢 有机会呢 可以去进哪个职业呢 好 好 所以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到台大参加了他们的就业博览会 好 那时候呢 我到台大参加就业博览会之后 然后就每个摊位去询问啊 我就说 诶 请问你们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啊 然后就说 诶 弟弟啊 你会写程式吗 我说 哦 会啊 我会写python 他说 可是你会写C语言吗 然后那时候就纳闷了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 有去旁听数学系的 python的课程 好 那我就想说 诶 我好不容易学了python 那你现在突然跟我说 你要我会C语言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 因为刚刚来的每个人都说他会python 所以呢 我们呢 想要找我看有没有人会C语言的 对 所以 也就是那时候的话呢 我尝试想要去学习C语言 然后呢 并且能去 呃 辅修资工的课程 对 好 那 呃 那所有的话呢 就是已经大四了嘛 所以呢 也会沿免你的研究所选择 那对我而言的话 研究所的话呢 主要有 也是有三条路可以选 那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 呃 继续走数学这条路 但是我自己是对应用数学比较兴趣 所以呢 我当然是以应用数学为考量 第二个的话呢 是继续走教育 当然就是 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成为教育的top的话 那你可以呢 继续念教育研究所 而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呃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 我前面有辅修的资工系了 所以的话呢 我也可以考虑去念资工研究所 所以啊 综合这三个考量的话呢 我发现 呃 我当然询问了系上的几个教授 那那时候的话呢 我有询问 呃 做教育 做数学教育的教授 那他是跟我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一个 很好的老师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念教育研究所 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应数跟那个 资讯中间去考量 只是后来的话呢 我发现说 呃 我还是非常喜欢数学 所以呢 我后来就是 投入了 呃 这个应用数学研究所 好 那其实让我真正跨入这个应用数学领域的话呢 是我在大势下应援机会呢 申请了这个 国家理论中心的这个大专生研究计划 那这个大专生研究计划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们就是第一次 然后呢 从事一个专题研究 好 然后呢 并且呢 参加他们的期末报告 然后呢 真的去体会说 这个应用数学在做什么 好 那未来的我想要成为一个 斜杠 工程师兼教育家 我想在35岁之前呢 成为一名科技业的工程师 然后并且在业余的时候呢 然后去做我想要做教学 然后35岁以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退休 然后呢 成为一名教育家 这是我未来想做的 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哦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将介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好 那记得我刚刚入学的第一天呢 校长告诉我们说 我们师大数学啊 未来应该说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毕业之后的学生呢 不一定未来要去当老师啊 你可以去业界工作 好 那你去业界工作的话呢 我们希望呢 你们把老师这份精神呢 带到各行各业 变成是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说师范大学 为师为范的这个精神 好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地理位置开始介绍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很多人不知道说 我们师大其实有四个校区 好 但是分布在三个位置 好 那第一个就是在本部 本部的话呢 有和平校区 还有我们图书馆校区 那他们两个中间的话 就是隔一个 好像是和平东路吧 好 那分布的话呢 当然就是在公馆校区 临近台大与台客大 那再来的话呢 比较少人知道就是呢 其实师大有一个领口校区 好像是乔仙部 好 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地理位置 所以呢 我发现说 如果你从本部啊 到这个分布的这个路上呢 其实呢 就会经过台大以及台客大 好 那 你今天如果今天是在分布念书的同学啊 那你有时候你去修通试课的时候 你就会到本部 那到本部的时候呢 你 你当然如果走路的话 哇 就要走15分钟很久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会搭 搭公车 搭公车 我搭校车 那 公车的话呢 就以下这个 复兴278还有0男可以选择 然后呢 校车的话 可能就是一小时会有一班校车 然后分 呃 可能是从本部到分部 或是分部到本部 那又或是说 你今天呢 想要去三校啊 修可的话 你就可以搭 三校的这个台湾大学的什么校车 那 另外中间那个捷运 这捷运我觉得是 呃 非不得也不要去考量 因为你需要走一段路 诶诶 这这段路的话可能就是你必须 比如说你今天要到分部到本部嘛 那你需要先走到公馆捷运站 然后搭捷运到谷亭 然后再从谷亭捷运站到本部 就必须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再来介绍一些师大附近的生活机能 好 那本部的话呢 主要呢 临近的是师大夜市 然后呢 分部的话呢 临近的是公馆夜市 好 那讲到夜市的话呢 其实当然就有很多美食啊 出现了 像是本部比较知名的就是 诗言咸酥鸡 然后呢 灯笼卤味 那也有一个蛮好吃的东西叫冰火剥肉用 以前的话呢 我们也会和同学去吃一个叫米克诺斯的牛排 不过现在好像已经等 关闭了 好 那分部的话呢 几个比较推荐的话就是 可能在半夜的时候你肚子饿嘛 那那边就会有一个宵夜 就是过贴鸡排可以吃 然后呢 可能在呃 巷子里面会有个鸡排卤味 好 如果你走远一点的话呢 可以吃到三角兵 又或是说你今天是一个穷学生 然后呢 你上没有很多钱 你可以呢 把一天的餐钱全部省下来 然后呢 晚上去吃吃个锅饮 就是百圆火锅吃到饱 让自己呢 变得呃 吃的比较饱足一点 好 那再来是住宿 如果你今天呢 不是北部人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住宿了哦 那本部的话呢 主要的宿舍有男一社以及女一社 那分部的宿舍呢 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就有学习社 然后呢 研究村宿舍成楼 以及正在盖的宿舍 我听说这个新宿舍好像是叫学霸社 哇 那个不得了 那个风景其实非常的好 而且里面呢也 哦 非常的漂亮 对 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住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介绍一下资源与特色 那师大的话呢 其实保留了蛮多传统的建筑物 然后呢 这些建筑物历史都是非常的悠久 所以如果你喜欢 呃 喜欢去呃 考古的话 你可以来 呃 师大看看 好 那人家台大呢 有冶令大道 而我们师大也有这个日光大道 这个日光大道 其实蛮常举办活动的 像是很多的社团他们的展 社团他们会在这边举办他们的一些 呃 活动啊 又或是说 那个企业会来这边呢 举办一些就业博览会 然后呢 并且呢 在一些重大的日子 也会在这边摆摊 好 那讲到师大的话呢 也有一年一度的这个运动会 那这一年一度运动会的话呢 会举办各式的体育竞赛啊 还有区位竞赛 那其中呢 比较一个呃 我人所知就是啦啦队表演 那这个啦啦队表演的话呢 其实就是每个系呢 必须呃 在利用每天晚上 甚至到凌晨的时候呢 去练习的 那像我们数学系的话呢 就蛮常获得不错的成绩 而这样 照片就是我们在前几年 获得冠军的一个证明 好 那再来一个师大一个特有节 叫西瓜节 那这个西瓜节的话呢 呃 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就是呢 呃 学长的话呢 会当天到 心仪学妹的宿舍底下呢 送上西瓜 然后表示他的心意 那这个西瓜节的话 他们其实也会推出 他们自己的一些呃 周边商品 那像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就是西瓜节的这个周边商品 好 那讲到师大呢 不得不想到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的话呢 是全球排行第28名的 那所以的话呢 其实教育实力其实非常的厉害 而且呢 很多的教授呢 其实当初也都是师大毕业的 所以他们呢 其实他们的教学品质呢 其实都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呃 不论你想要学好教育啊 又或是学好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话 都建议你来师大 好 那再来是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图书馆呢 也设置了非常多的呃 这个亲身讨论区啊 还有扫描仪 我也很常在这个图书馆 呃 来扫描自己的笔记 把它建成电子弹 那我们的本部图书馆呢 其实好像在去年的话呢 有经过了一些呃 装潢 然后变成是比较现代风格的 那比较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的图书馆呢 收藏了许多的中学教教科书 那这些教科书的话呢 就可以方便各位同学呢 将来可以来备课这样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呢 就介绍这个教育学程 那教育学程的话呢 我们呢 分成两个阶段 呃 应该说师之生 你想要当师之生的话 分成两阶段 那 大家有后面会介绍 而公费生的话呢 它又分成入学前与入学后 那入学前的话呢 可能是你来自于偏乡 然后呢 你毕业之后呢 就 呃 就要去服务那些偏乡的学校 那入学后的话呢 他可能会举办一些 呃 在学期间举办一些征选 那征选上之后的话呢 你可能呃 就可以 在毕业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呢 去那所学校服务 好 后面还会介绍一个师奖生 而这个师奖生的话呢 是呃 学校每年分配给 每个系一些名额 然后进行征选的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会介绍这个 国立台湾大学系统 那这个国立台湾大学系统呢 其实是由台大 师大 以及台科大所组成的 那 主要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跨校修课嘛 或是你可以跨校 想要用三校的资源啊 所以其实就是 呃 你不是只有可以想用师大资源 台大跟台科大资源 你都可以想用 不论是学餐啊 或是他的课堂上 其实都可以 尽你所能的享用 好 那我们师大呢 其实呢 呃 结识了来自 385乌索姐妹校 所以你常常会在 呃 学校里面呢 看到很多的外籍生 那如果你将来呢 想要出国 呃 去做交换的话呢 其实也都可以 也是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你的成绩呢 一定要是顾好的 因为他是利用成绩做筛选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到我们数学系哦 那师大数学的话 你把这四个字 倒过来念 就变成是学术大师 诶 听起来非常顺嘛 所以因此的话呢 这个就变成是我们 常常的一个 师大数学的口号 好 那你可能走进了公馆之后 呃 可能走进那个 分布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 它看起来像紫色 而我看起来像粉红色 那大家看起来都长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数学习惯 传说呢 这好像是美术系 他们帮我们设计的吧 对 很特别 好 那分布除了呢 数学系以外呢 还有一些理学 像是物理系啊 换学系之类的 还有职工系 还有经济系 所以你想要做 呃 辅系 或是 双组修的话呢 都会 也都是可以的 都是很方便 好 那接下来就进到 呃 一个重点 就是我为什么要想念数学系 好 或是如果你想念数学系 呃 你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好 那前面有说过 呃 我其实呢 非常想当老师 主要想当老师 就是想要回馈社会 把我自己所学的这些 知识传达给学生 再来是呢 我想要搞清楚 呃 高中数学 因为高中老师那时候呃 在教极限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啊 极限就是靠近 当然S靠近A 然后函数直接 呃 F或S就会靠近L 之类的 那那时候呢 其实就不太懂 你说靠近 那什么是靠近 它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所以我觉得莫名其妙 好 那再来是呢 我想要学很多很酷的 数学知识 那这就来自于 我对这个知识的渴望 我想要学了很多 然后呢 并且呢 以后呢 当我学成之后呢 并交给我的学生 好 那谈到数学系的话呢 也可能很多人就会有一些 几个迷思啦 比如说呢 像是很多人会想说 你们数学系是不是整天待在宿舍 然后呢 就算数学啊 数学怪人 然后呢 一堆宅宅这样 其实这也不一定哦 因为其实我们系上呢 会有系学会 然后系学会常举办很多活动 那我自己也看过 蛮多学弟妹会参与的 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来念数学系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玩咖 再来的话呢 是数学系未来一定是当老师咯 其实这不一定 我们现在数学系呢 讲求是多元发展 无论你想到金融业 或是科技业 那或是想到资讯业 其实都是可以的 只是呢 你可能需要额外再补足一些 专业的知识 再来是这个数学系 很多人认为数学系计算很强 所以出门总是要帮忙算钱 其实这是不一定的 其实数学系学的这些数学 都是一个抽象的这个逻辑思考 然后都是学一些 很抽象的这些符号 反而计算呢 不是我们的强项 还记得我那时候 在修同事课的时候呢 那时候老师就播了一个电影 然后呢 他就看到里面 电影里面有个方程式 他就问这个 就问我说 啊你们数学系的是不是 这些方程式都会解啊 我那时候想说 哇这方程式 还真的不是我擅长的 可能找物理系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 那再来是 很多人觉得数学系难沟通 然后呢 一言不合就讲数学 你可能常常在网路上 看到很多人 然后呢 会把数学跟一些现生活中 把他连结 连结起来 而且是一些很奇怪的连结 比如说 我为什么数学系可以卖鸡牌 因为高位可以怎么样 因为呢 现代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那反正说 哇 这念数学系是不是就中毒才生了 其实这个都是少数个例啊 好 那简单讲一下呢 高中数学与大学数学的差别 首先的话呢 是高中数学呢 我们讲求的是 主要着重在计算 而且呢 观念都很直观啊 你可能懂了就好了 而大学数学的话呢 主要是讲求的是证明 以及抽象的逻辑思考 我们呢 会给出一个严谨的证明 所以大学数学其实是 不能随便马虎的 好 那讲了这么多 那数学系到底适合谁念啊 好 当然 第一个就是你要把数学当成是一个好朋友 你要热爱数学 你能够呢 沉浸在数学世界里 因为呢 有时候你可能呢 诶 写一题作业 好 写一写 好 三小时就过去了 好 就非常的耗费时间 但是呢 在那三小时过程中呢 你必须整个沉浸在你的数学世界里 好 然后呢 你必须要拥有耐心 面对难题不退缩 很多时候呢 其实 呃 老师他可能出了十题作业 那你可能很多题 其实都要想很久 甚至解不出来 那这时候的话呢 你必须要有耐心的去对抗它 甚至你必须要以跟很多同学讨论啊 然后呢 不能说啊 今天想不出来 然后呢 就放着不写这样 再来是你看符号绝不会头痛 你的抽象能力觉得要强 其实数学系呢 会遇到蛮多的符号 甚至呢 你遇到这个西亚字母啊 还比英文字母来得多 那个alpha beta 甚至还有比较可怕的什么casi啊 et之类的 好 那如果你真的想来念数学系的话 那我 呃 如果你今天 现在是国高中生 我蛮建议你 参加一下几个活动 第一个活动是 由台大case中心所举办的这个科学史沙龙 那他们常常呢 会讲一些呢 关于科学的故事 那偶尔会请到 我们数学史大师 黄万生老师呢 去讲 关于数学的一些演讲 而第二个的话呢 是由 世大电机赖以为老师所举办的数感嘉年华会 那这个就很适合呢 国小跟国中生 他们呢 会常常举办一些数学游戏啊 以及数学故事 然后呢 让这些 呃 学生来体验 那我们就可能就好奇说 哦 数学系到底在学什么东西 好 第一个呢 数学呢 其实是一种语言 它可能跟英文一样 拥有自己的符号 甚至拥有自己的逻辑 一些抽象的一些结构 好 那这个可能讲起来有点抽象 我们数学家研究的是 数语型 什么是数 可以把它简单想成是代数 那形呢 把它想成是一个几何形体 我们比如说我们呢 今天会去证明说π是一个无理数 那这可能跟你国中国小遇到的这个教育不太一样嘛 可能老师上课讲哦 π是无理数你就接受它 但我们到大学的话 我们可能会严格的去证明它 而形的话呢 就是讲到几何了 比如说呢 我们数学家可能会好奇说 哦 为什么这个肥皂炮是一个圆的 而不是方的 这都是可以透过数学而证明的 好 那数学的话呢 我们分成以下几个核心领域 那也就是呢 我们的课程的话呢 会移到这几个领域做分类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分析代数几何 然后呢 第二大类的话就是比较偏应用的以及统计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哦 统计它把它归在不是数学那一块 但是在我们四大数学里面的话 会有专门的一个组别呢 是专门在讲计算与统计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这边简单 依照我们的细上呢 把它分成这五块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来念大学数学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说 你常常会在黑板上面看到老师呢 写下这以下这几个单字 那所以呢 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这几个单字 不然的话呢 你可能第一堂课去上课的时候呢 就不太知道老师在写什么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definition 中文叫做定义 那什么叫定义呢 就好比说你今天玩个游戏 那在玩游戏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讲明白游戏规则吧 所以这个定义可以想象的是说 就是游戏规则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lame mark 还有theory chory 那这些东西呢 是经过一些条件 推导出来的结果 所以它是可以经过证明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证明的这个 这些东西呢 称作这道这三个 那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lame mark 你可以把它想象的是 一些比theory还不重要一点 但是它是证明theory的时候会用到的 我们叫做预备定义 而这个clory呢 是你可能证完一些theory之后 然后呢可以得到的一些新的推论 我们叫推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有时候呢 老师会写到remark啊 又或是example 而remark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事实 又或是说一些theory 老师可能觉得很trivial 不想证明的 然后就把它写成是remark 那在example的话就很重要 example就是可能老师呢 会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是一些定义啊 或是定理 它会套用一些实际例子 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在干嘛 好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呢 在介绍各个大学数学的时候 我们就会走这套系统 比较跟大家以前所学的这个数学啊 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比较声音的东西了 好 那我们就以下简单的介绍几个领域呢 会用到的东西 那因为呢 这边我只是简单的做一些介绍而已 所以并不是要讲一些很可怕的数学 好 所以只是简单哦 好那第一个就是分析 那什么是分析呢 我用一个以下两句话来概括 就是以静态源描述动态系维 以不等式来证明等式 我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 但其实呢 我在大一所遇到Epson Delta 其实在讲就是这件事情 好那 这个分析啊 有几个以下代表课程 就是微积分 高等微积分 负变还有微分方程 好 讲这些其实还蛮抽象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实际的例子 好 你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呢 学到极限 好 然后符号长这样 那老师上课就会讲 s 去近于 a 然后呢 fs 就会去近于 l 那这样 有讲跟没讲是 不都一样 好 所以呢 在大学的时候呢 就会给出一个极限的严格定义 那他就用这个 Epson Delta 的这个语言来描述它 好 那你现在可以不用去 懂它说它在做什么 你只要大概知道说 大学数学就有这种东西很可怕 对 有什么希腊文一大堆的时候 Epson Delta 还有这些 For all 还有Exit 非常的 可怕 对 符号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念数学习的话呢 就要很小心 好 那 呃 我讲个 比较重要的定理好了 这个定理的话叫做 君子定理 你这时候在学微积分的时候 就会遇到 好 那这个君子定理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呢 一个函数呢 它在这个B君子上是一个连续的 在开君子上是可为的 好 那呢 它就会满足一下事情了 我们今天呢 从这个A跟B啊 去造一个割线写率出来 也就是蓝色的这个部分 那这割线写率呢 你就可以呢 在这个A跟B之间呢 找到一个点 那它的切线写率 刚好会跟A跟B的割线写率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就会写说 就是我们可以在 在A跟B的区间找到一个C 然后满足一下这个事情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你可能觉得说 哇 这个定理学好像没什么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例子 好 那这个呢 常见的这个应用呢 就是用来做区间测速 这个区间测速 这个区间测速的话呢 就是 你今天呢 一台车呢 骑你在高速公路上 那你可能在上高速公路前呢 然后呢 在以及下高速公路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照相机 它就记录了你上去跟下去的 这些资讯 好 那记录什么样资讯呢 它可能就记录说 哦 你可能是 呃 假设你在高速公路的这段期间呢 所花的时间总共花了半小时 也是0.5小时 好 那 假设这高速公路呢 它呢总共是80公里好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哦 它的平均的这个数率呢 大概是80除以0.5 大概是160 好 好 那我们这高速公路如果限时是120的话 那你可以因为说它的平均数率是160 然后所以说 哦 它某一时刻就超速了吗 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好 但是如果你挑这个君子定理的话 什么可以知道说 哦 如果你的这个平均数率呢 是160的话 那代表说你的顺 在某一刻的顺时数率呢 也会达到的是160 好 这个是君子定理跟我们保证的 所以的话呢 警察就可以开他罚单说 哦 你在某一刻时刻一定是超速的 对 好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应用 好 那接下来呢 讲到代数 这个代数结构啊 其实 呃 非常的 是也是令我有困扰的这个科目 那我们常常学到代数结构就是 呃 有群啊 环啊 体啊 那常见科目有线性代数 然后呢 呃 抽象代数以及数捋 我们把一些简单的一些 呃 生活中的东西呢 把它抽丝剥茧之后 然后呢形成一个代数结构 然后变成是你们 现在课本所看到的 一些抽象难懂的这些 呃符号 好 但是呢其实它如果应用起来 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诶跟高中形成一个对比 高中的话呢 我们会学到向量嘛 这个向量其实 非常直观啊 它就是一个箭头 然后呢 有大小有方向 可是你在大学之后的话呢 就学到 呃 一个向量空间 然后它就会在 它就会布于一个体上面 好 那就会列出一大堆哦 呃 可能八点 有些人说八点 或者说十点之类的 这些呃 它的定义 它的公设 好 那其实就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从一个具体的 一个箭头这个向量 然后抽象出来的概念 形成了这个公设 好 那其实呢 它其实就是比较一般化的结果啦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点跟第二点好了 我们全看的话可能就没时间 好 第一点的话呢 再说明的是 如果今天呢 是U跟B是两个向量 那相加之后还是一个向量 好 这个 哎呦 当然没问题 好 第二点呢是说 如果今天是一个向量 好 你把它升长之后呢 它仍然是一个向量 这个也不違反我们之前的这个认知嘛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把一个 我们已知了一个 呃 很具体的物件 然后把它的这个结构给把它抽象出来 然后形成比较一般化的结果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想念数据系的话 你要选的是右边的这边 而不是左边的这边 好 那接下来讲到这个抽象代数的应用 好 那我今天不打算列出什么 曲观体的定义 真的太可怕了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一个 你可能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叫做 数字迷牌 又或者叫做数字化妆罩 那这个是什么呢 呃 今天的话呢 就是1到15啊 好 它是这个 排列 一到一序排列的这个数字 那这个 一序排列这个数字的话呢 你可能今天把它打乱 好 那你就必须把它复原成1到15的这个顺序 好 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个游戏 好 那就有一个数据家曾经出过一个 呃 题目就是 如果今天呢 那单纯把这个14跟这个15 把它做交换位置 好 那你能不能透过某种 呃 方法 然后把它回原成1到15的这个顺序 好 那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会满足一个群的弹数结构 好 那在数据上我们可以证明说 如果你今天呢 是 呃 呃 基排列 就是呢 你把它交换一次 呃 交换基数次的话 那它是不可以还原的 而如果你今天是交换偶数次的话 也就是说你今天呢 呃 呃 交换不止一次哦 交换偶数次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还原成1到15倍子 好 这个东西就是数据上可以证明的 所以的话呢 其实代数也是有蛮多应用的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讲到几何 这个几何就挺有意思的 呃 几何的话呢 主要在研究物体的这个形状啊 与空间的这个结构 那常见的科目呢 有微分几何 计算共同几何 还有解析几何 还有共同几何 而器官共同几何的话呢 主要就是呃 师大以及焦大有开的这个课程 在其他学校可能是没有的 好 那几何呢 在研究什么事情呢 可能跟以前所学不太一样哦 我们呢 呃 在大学部的几何呢 主要研究是曲线以及曲面 这些东西 好 而并且呢 是把这个微积分呢 当作是一个研究的工具 比方说我们可能呢 透过这个微积分的工具呢 去量测说 这个曲线哪有多长 然后这曲线有多弯 对 甚至在这个曲面上可以去定坐标 像是呃 左边这张图的话呢 就是一个黄金螺线 好 然后呢 呃 左下角这张图的话呢 就是呃 叫做莫比乌斯环 我们呢 可以呢 在上面定义一些坐标啊 然后做一些事情 好 那这曲面到底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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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举了一个 呃 那我们今天呢 知道说人脸是一个三维曲面 好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透过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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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技术 就是呢 把这个三维曲面呢 打到这个二维的圆盘上 而且是宝角的一个映射 好 那 为什么要打到圆盘上呢 比方说呢 呃 呃 我们想要让这个人类 好 去制造说他在流人类 或是呢 想要去呃 调整他 让他微笑之类的 好 那我们呢 在三维曲面上 因为三维曲面是个凹凸不明的曲面嘛 所以呢 不方便操作它 所以呢 如果呢 我们今天能在二维曲面 好 比如说造一个潜水波方程 让他流人类 好 那我们因为保角关系 我们再把它对应回三维的人脸的话 呃 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诶 曲面相关应用 那甚至的话呢 在延伸的话可以去模拟一些 呃 人类会讲话的一些行为啊 就是我们叫做人脸驱动 对 所以这个计算共解是 呃 蛮有趣的一门学问 好 那接下来讲到应用部分 讲到应用的话呢 主要有两个科目 第一个就是 呃 以下三个科目 那主要主要的话就是 在他的计算方法 还有这个数学建模 好 那以下这科目的话呢 叫做科学计算 现役规划 离散数学 那只是我们那时候在 呃 修课的时候呢 叫数值分析 那只是有听说老师 未来会把它改成叫科学计算 所以这边就换成是 未来这个名字 这样 好 讲到一个应用的话 有个蛮有趣的例子 就是叫做 Google 搜寻引擎 好 你可能打开这个Google 然后呢 你可能搜寻之后呢 会可以搜到你想的东西 然后呢 你发现说 哦 好像你搜到东西都是在前面的位置 然后越后面都是越不重要的 所以其实Google呢 它用了某种技术 好 它去定义了就是 每一个网站啊 它的那个重要程度 好 那比方说呢 我们知道说 这个看过B网站的人呢 全部都会去看A网站 然后呢 看过D网站的人呢 会有二分之一的人呢 去跑去这个A网站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重要程度的定乘就是 B加二分之一的D 然后呢 会等于A 好 那同理哦 我可以列出一个四条方式 然后呢 把它建成是一个矩阵的样子 好 那可能 你现在在读高中 你们有可能想说 哇这个矩阵我高中就会解了 我干嘛 干嘛学这个 对 你要想像的是这个Google呢 他们的那个客户啊 拥有非常多嘛 就是 这个世界上有 到底有多少 多少个网站 可能就有上千万个 真的是要上义 好 所以它这个矩阵呢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矩阵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解一个 这种 呃超级大的这种矩阵的话 就不是用我们 呃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种 简单的这种方式 好 那你可能想说 啊这工程的话就可以做啦 为什么要数学系 我们数学系的话呢 其实会主动到它的理论部分 好 举例来说 我们知道说这个 呃这个方程式啊 那它 它呢具有一个 存在性 又或者是它解具有微移性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可以用 Paron-Fobilius 定理来保证的 对 所以我们数学系主要focus呢 是在这些矩阵理论的部分 好 再来的话呢 是 诶你可能在 你可能打开这个Google Map 然后就可以看到 你所想要的这种景象 对 那这些景象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哦你稍微按一下这个箭头 然后它会是一个连续的变化 那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其实就是把 呃拍了很多张影像 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 而这一拼接的这个技术呢 其实就是解一个矩阵的 least grade的问题而已 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来练 你来练这个数学器里面的这个计算数学 就会学到 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其中的应用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基率统计 那基率统计在做什么 它其实在做就是模型建立与资料分析 那大学部的课程呢 主要有这个 基率讨论啊 然后的统计学 那甚至是最近还开应用统计学 那如果呢 你想要呢 往上修 你可能会修到大数而开的课 就是和研究所一起修的 就是数理统计 或是回归分析 好 那基率在学什么呢 我们会学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率模型 好 那这些基率模型的话 可能像你高中啊 有学过二项分配 甚至现在星课刚刚又加入了集合分配 那大学的话呢 会学更多的分配 不但是离散型的 还会学到连续型的 离散型像是用爬送分配啊 它可以模拟说 公司车大概几分钟来一次这种的 好 那还学到这种大数法则 与这种中央极限定理 好 那在统计学什么呢 统计的话呢 其实在建筑在一个基率之上的一门学问 我们呢 可以把某种线的生活中呢 它有某种这个基率模型 但是你现在跳到这个基率模型之后 它可能中间里面会有一些位置的参数 所以我们必须做这些参数的估计 那我们就可能会有什么点估计啊 或参数估计这些方法 好 那你现在得到这些参数之后的话呢 你可能想要说 这参数到底合不合理 你可能就会做一些检定 好 所以大学的时候呢 你就会学到一些叫做假说检定 好 那再来的话 统计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回归分析 那可以由来做来预测 对 所以如果大家对统计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来进行数学系 好 那再来是相似科系的比较 好 其实数学系和应用数学系 其实有一个很大差异 那我们数学系的话呢 着重的是比较理论的数学 而应用数学系的话呢 着重的是我们程式啊 与数学建模 所以的话呢 它可能会着重的是程式上的实作 然后你会发现说 它可能会学习到就是比较多应用的例子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再来是数学系统计系的比较 我们数学系的话呢 虽然也会学统计 但是呢我们的那个基率统计啊 都是比较入门款的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再修 比较更进阶的话 你可能就必须再往上修 而统计系的话呢 他们的课程呢 主要都围绕在基率统计 对 所以他们可能从大一啊 就开始学统计 然后会学到很多不同的统计 这样 那可能每一个主题 它可能就会开一门课 会教得比较细致的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 讲一下这个数学系 四年的课程 好 但是因为呢 这个是我当年的这个 课纲的安排 所以可能你们现在如果 未来进到十大数学的时候 可能那个课程安排又不太一样了 甚至每一年可能都会有所变动 好 那在大一上的时候呢 主要呢 最重要的可能是 维基分、现实在数、数学导论 那你可能还要修点物理 好 那到大一下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会多一个数论 那这边还多一个叫十一选六 这十一选六意思就是说 嗯 我们要必须从十一门课里面呢 去选六门课出来 对 那我自己个人蛮推荐就是 大家可以去选程式设计的 就不认为来你想要去 呃 业界哪个地方的话 程式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好 然后到这个大二上的话呢 可能就会选到这个 比较可怕的就是 高等维基分啊 还有代数学 好 那还有再来是文方程也是很重要的 那十一选六的话 就多了离散数学 还有高等几何 尤其是这个高等几何 如果你想要修教程的话 它是教程的必修 好 那大二下的话呢 可能就会多一个基于导论 然后又或者是说 你先上完这个文方程的导论之后 觉得蛮喜欢的 你就可以继续上这个文方特论 好 到大三的话呢 主要就是 诶你发现说必修变少了哦 这十一选六它就变 几乎 就超过必修了 好 就会有微分几何 还有这个 科学计算论 那我们之前就叫做数字分析 对 好那十一选六的 开始统计就进来了 它开始就这个统计学一 这样 好 到大三下了 只剩下一门必修了 好 那其余的几乎都是十一选六 像是这种高等 呃 高等微疾分特论啊 又或者是这种 高等先进代数 这种更进阶的课程 好 到大四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必修了 那这时候的话 学校想说 哦很多人可能要去 呃双组系啊 呃双组修啊 或俯系啊 又或者是说呢 涅施啊 很多人会修教育学成嘛 所以的话呢 呃 系上特别把这个 呃大四给控出来 好让大家能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那学校其实也有一些 学分学成的课程 就是你只要修满 修满那些呃 他开的课程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书这样 对 那也有人利用大四下的时间呢 去实习 不论你是要去学校 呃 附中实习 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去CA实习 其实呢 大四下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让你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好 那很多人呢 其实有听说啊 念数学系其实可以压力非常大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呢 你念数学系 你每周都有作业 堆积如三的作业 好 你可能老师啊 一次作业只出了五题 但你每一题都要想超过一小时 甚至你可能想超过一天 甚至一个礼拜 甚至还想不出来 哇 那就很惨了 那你每次呢 每次写作业都要花 非常多A4值 像我之前呢 写好像一份作业 我就花了12张A4 而且是双面的 其实这也是跟我自己个人的那个 追求完美的个性有关啦 所以我就会把它写得直直细细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哇 那写作业时间又非常久 那甚至助教在改作业的时候 就改很久的时间嘛 那你每次看到助教拿作业的时候 哇 就是一大叠这样 非常辛苦 好 那再来是期中考还有期末考 好 那数学系期中考跟期末考呢 通常会考三次啊 好 为什么要考三次 听起来loading很重 好 因为教教会想说 如果你今天呢 不小心miss掉一次了 你至少还有两次的机会 可以去救你这本课嘛 那如果你今天呢 只考两次的话 你miss掉一次之后 哇 你剩下的就算考完分 可能都会GG这样 所以的话呢 数学系的教授很喜欢考三次 好 那考三次的话 就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后果呢 你可能这一学期修了五门必修课 好 那五三十五嘛 哇 你就必须考十五次 好 所以你就必须说 从期中考开始 一路考到期末 然后甚至呢 可能中间还会有些什么通试课啊 又或者是教程课 好 你可能要忙他的报告 又或者是忙他的期中 你会发现说 你大学好像每一周都在考试 好 这个其实是正常的 所以呢 大学呢 在玩的同时呢 你要兼顾你的课程 好 不然的话 你就被当得很惨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退学 好 现在应该是没有恶意制度啊 但是 是会被约谈的 好 那 讲到这个高中与大学的 这个 数学 我们来看看说 他们这个题目上的差异 像是高中考题呢 通常都是以这种选择题啊 填通题 或者是这种简单的计算题为准 那举例来说 像是上面这个题目就是 我们拿学测的这个考题当中例子 对 好 那大学考题呢 就比较可怕了 对 我这边拿的是这个 微积分的题目 好 那你会发现说呢 他的这个题目啊 都是一个抽象的证明题 好 好 都是以英文为叙述的 好 那这次抽象证明题 并不是说啊 今天给你的公司 要你证明出这个公司哦 因为你这个公司只是经过 推导整理之后就可以解出来 不是 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题目 它要你真正把 像这个题目就是要你把这个Delta给找出来 那你要如何找这个Delta呢 好 你必须可能利用一些极限定义啊 然后呢 去从中呢去抽取 你重要的资讯出来 然后把它经过整理之后呢 便是 它最后题目想要的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就比高中数学还难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各位想来念大学数学的就是 一定要谨慎的去思考 你是否适合呢 来念这些东西 对 不要进来之后 发现啊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样后悔就来不及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介绍一下系所资源 好 那我们十大数学的话呢 有属于自己的系学会 那这个系学会 它成立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每一个人 找到属于自己的团体 我们知道说系学会呢 其实会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嘛 甚至呢 其中还会分很多 呃 底下还有子团体这样的 所以呢 你可以去找寻你自己喜欢的团体 然后去加入他们这样 所以 你今天呢 念大学 你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 很high的一个玩咖这样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学习辅导社群 呃 这学习辅导社群的话呢 是呃 从我在时候开始成立的 那主要的话呢 就是帮助学弟妹呢 呃 可以呢完成这个系上课程 你可能呢 在课堂上呢 老师呢 讲的东西呢 你听不太懂 但是呢 你在课后的话呢 就会有学王姐来帮助你回答这些疑难杂症 好 那 我是建议蛮多 蛮建议各位同学可以参加的 就是 参加的话至少 好 你可以掌握一些比较重要的资讯 对 然后呢 至少知道说你书该怎么念嘛 好 然后呢 呃 不会被当掉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系上的话呢 还会举办这个导生剧 那这个导生剧的话呢 是每一学期啊 都会举办 主要是在联络私生的感情 好 那其实这个 呃 导师之助有经过改革的啦 那像下面这个的话 以前是呃 每一班呢 都会有一个负责的一个导师 在这样 那后来的话呢 改革成就是 你可以找寻你自己喜欢的教授 当担任的导师 好 那像上面这张的话就是呃 我今天去一个 我们基督老师他的导生剧 对 那他那时候是去 请大家去吃海底糕这样 对 那当时因为我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 所以呢 我就想说 好 那去联络一下感情这样 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呃 我们系上的话 会提供一个 丰富的奖学金 好 那这奖学金的话呢 当然有很多种 比较特别的是叫做五玉长 五玉奖 这好像是德智体群妹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各式系友奖学金 那这个五玉奖 其实就是呃 我们不只要颁发给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 我们希望说 在各 各个领域呢 都表现结束的人呢 都可以获得这个奖学金这样 所以呢 来念我们系的话 诶 你如果呢 参加各种活动的话 你都可以考虑生意 看看这个五玉奖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呃 师大特有的这个叫国际教师 学分学成 那当然这个师大呢 是全台湾呃 呃 呃 第一所通过的学校 那就是可以去培育这种国际的这种教师啊 那如果你这修完这个学成之后的话 你就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去担任老师这样 对 好 那 欸最近成立的一个就是叫科学计算的学分学成 那这个其实是蛮新的 据说是和业界有合作的 那主要的这个呢 课程呢 有这以下四个 第一个就是做影像科学 否则计算 科学计算 以及这个演算法 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会分享一下就是我的这个 数据系的这个生存之道 我自己的学习态度 还有我的读书方法 还有这个 可以怎么利用你的这些网路上的支援啊 或是系上的支援 好 那 可能很多人念大学的时候呢 刚开始进行大学前都会去想 好 我念大学我一定要认真的努力的念书 所以呢 我会做到 努力做到课前预习 课中学习 课后复习 可是呢 你念大学念一阵子之后 尤其到起床 你就会发现说 啊好累哦 早爸课不想起床了 就变成是课中休息 然后呢考前复习 然后呢 课后的话呢 去可能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然后玩到凌晨呢 才回宿舍这样 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啊你到期末了 你就会很多课被当掉 你就必须 呃 去计算说 哇你这学习到底被当了多少学分 这样很惨 好所以呢我这边呢 提供我自己的一些方法 给各位同学 好 那像是我们数学系的话呢 一定 会自己动手做笔记 不论你是想要拿电脑去打字啊 又或是说 你想要拿笔记纸去抄 其实笔记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呢你在抄的同时呢 你其实呢某种程度也在进行思考 对 然后甚至在 呃 把它记起来 好 那你不是说你今天抄完笔记之后 然后回家就躺 躺在床上 然后笔记就自动进到你脑袋里 不是哦 这个笔记的话呢 其实是你要去 你抄了之后你要去读它的 然后甚至我还蛮建议就是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这个笔记的这个证明啊给遮住 然后去重新想一下就是这个笔记呢 它是 老师是如何下手的 去证明的 好 那甚至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计算题 很多人都懶得想说 哇这计算是没什么啦 我都还蛮建议就是同学可以把老头上课 呃 就是简单几个计算的例子啊 自己重新再算一遍的 好 那 关于这种证明题啊 其实 呃 你可以去想想看就是 如果今天呢把其中一个去掉 好 其中一个去掉的话呢 那这个定理是否还能证出来呢 也就是说这个条件 在这个定理里面 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能否把这个条件去掉 好 如果不行的话 为什么 甚至我可以试着把这个条件弱化看看 看说 诶 我能不能一样证出同样的一个定理 又或是说我用不同的路 不同方法去呃 呃 证明它 这东西呢 我都觉得同学是可以去思考 而不是说课本上 写这样啊 我就把它记起来 对这样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 呃 灵活思考了 好 那再来是一些资源上的一些 呃 可以可以去搜寻的 比方说呢 像是开放式课程 像是呃 台大 清大 交大 甚至中央啊 中山大学啊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开放式课程 那 呃 你自己在呃 上我们系上课的同时啊 你都可以去看那些开放式课程 好 去比较看看说 诶 每个学校他们学习的东西的差异在哪里 那我自己 自己其实发现就是 好像基本上睡卸必修课 几乎 几乎都有开放式课程 所以基本上你在课程上听不懂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利用这个开放式课程来学习 而且不受限于空间与时间 你今天呢 想要晚上 你甚至想要厘程一点 好打开了电脑 你就可以按照你所想要学习的科目去学习 甚至呢 你可以把这个呃 教授的那个呃 速度啊把它调快 你可能觉得你可能觉得教授讲话比较慢一点 可以调快 或是教授讲话太快了 调慢 这都是可以按照你个人需求去学习的 好 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呃 网站资源 网站资源的话 其实网路上很非常多 关于数学资源 比方说像是现代启示录 这个东西就是 我在休息现代启的时候 蛮单看的一个呃 蛮推荐各位同学呢 可以去看的 好 还有再来是这个FB 也有蛮多社团呢 是可以帮助各位同学去解答一些数学的 或是讨论的 对就是 其实念数学的话 不是呃 不是要一个人固军奋战 而是说 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们彼此互相交流 大家呢可以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共识出来 那大家可以一起进步这样 好 可能讲到 这个未来 可能想说诶 念数学到底在干嘛 当老师 或许是一条不错的路 但是呢 还有其他路吗 我们来看看 好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说 A7A 我们现在这个数学系啊 讲求多元发展 我们不一定要当老师嘛 你可能呢 可以去进到业界啊 就是进到科技业当工程师 又或是到金融业当精算师 都是可以的 又或是说呢 你未来想要念你救所 好 那你可以念的是这个 程序的数学啊 又或是数学教育 又是应用数学 或是统计这样 像我们四大数学的话呢 就有分成是 呃 纯数 然后还有那个 呃 计算数学 还有那个统计组 然后最后一个是 比较有名的就是 四大的教育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蛮多种 选择可以让你选择的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想要做跨领域的话 其实呢 就可以跨很多的领域哦 比如说像是 资讯通讯金融或是经济 好 那不论你想要跨哪个领域的话呢 其实 呃 有四个科目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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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好 好 像是微积分 现代数 机率统计 你几乎呢 不管到哪个领域的话呢 这四个科目都一定会用到 好 那甚至如果你想要focus在你的那个 通讯啊 或是金融相关的 你可能呢 还要多多绘一点文方程 甚至呢 还要稍微摸一下这个高等 高等微积分这样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呢 去念资讯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学习离散数学了 好 那我就举一个 呃 简单的这个跨领域的应用吧 好 比方说像AI 自从那个2016年 好 那个黄世杰 他发明了这个阿发购 然后呢 和柯杰下围棋嘛 那那时候 呃 人工智慧呢 他们就打败人类 那自从那个时候的话呢 AI的这个热潮呢 逐渐就展开了 好 那这个AI的话呢 除了用在下围棋以外 可以用在这个影像 文字 语音 而且它的应用呢 其实都牵涉了蛮多的数学 比方说呢 像影像 好 影像的话呢 其实我们实际上在处理的时候呢 它就是把它当成这个矩阵 好 那文字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用某种手段呢 把它变成是一个向量 语音的话也是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东西呢 丢入我们的AI AI的这个模型 好 那这个你要建构这个AI模型的话呢 呃 它其实呢 背后就会用到一大堆的微积分 现音代数 还有它的基础统计 好 那这个AI到底能帮我们做什么 好 比方说呢像影像 它可以帮我们做这个物件辨识 它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台车 这是一只鸟 这是一只青蛙 那文字的话呢 它可以帮我们进行的就是文章的分类 它可以帮助我们说 诶 这个东西呢 它是哪一类的 甚至判断说它是不是一个垃圾邮件 那语音的话呢 诶 它可以帮我们做出一个聊天机器人 对 比方说你今天呢 可能打开LINE 好 然后到了某个 呃 到了某个官方的网站 好 官方的帐号 然后呢 它可能就会跟你去开始对话 其实它背后就是 只是一个机器人在跟你聊天而已 对 好 那 讲到这个AI 那其实有个蛮 蛮好玩的应用就是强化学习 那这个强化学习呢 它背后这个理论呢 就使用到这个几率论 好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做一下这个 呃 马利欧的这个 呃 图 好 那这本马利欧的图呢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AI的技术呢 去帮我们去自动 呃 自动破关 对 它可以控制这个马利欧啊 到底要往前往上或是往 左 对 好 那比方 那怎么控制呢 比方说呢 今天呢 诶 我们根据现在这个状况呢 向右几率是0.1 好 那如果你今天向右0.1的话 好 这个R就是它的那个回馈 这个Reward 你会发现的是说你今天向右0.1了 你就可以得到1块钱 好 那如果你今天向上的话呢 就 呃 几率是0.7 好 你可以得到 假设是0越好了 好 你今天呢向 你今天向后的话呢 就是你就会 撞到那个叫Kuba 好 好 我们就把他这个 reward设成叫-1 好 那其实呢 在这个AI的这个模型里面呢 他就希望说这个 reward要越大越好 所以他就想办法去训练这个AI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让这个马利欧呢 去完整的破完这个游戏 好 那其实的话呢 他背后用到的原理就是 机率论 好 还有我们那个 数学计算数学里面的最佳化 还有甚至用到的矩阵 对 所以发现说 其实这个强化学型里面呢 也隐含了蛮多的数学的 好 那再来一个是 没有名的音乐叫做推荐系统 你今天看那个Netflix的话 你可能打开Netflix 他会推荐你一些电影 那可能想说 哇 为什么他那么神奇啊 每一次都可以推荐你 都想要看这些电影 好 那其实呢 他其实有 背后有一个推荐系统 都帮他计算的 那这边简单 只是介绍其中一种 而且我只是把它 简单化 他实际上可能 会比这个还复杂而已 好 那其实这个推荐系统的话呢 他可以用这个 口赛相似度来计算哦 他是怎么计算呢 比方说呢 假设今天这个姐姐啊 他看过电影1 电影2 电影3 然后把他评分 给他1分3分2分 好 那再来是这个想死的话呢 他可能也看过这三个电影 然后呢 平分分别为2 4 1这样 好 那我们就可以去计算说 这两个人观看这个电影的 这个相似度 好 那相似度他怎么定义 怎么计算的呢 好 那其中有一种计算方式 就是用口赛的方式来计算 我们去算这两个向量的 口赛的夹角 好 我们就把它定义是相似度 好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呢 他这个算出来这个值越大的话 代表说他越相似了 好 那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啊 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这个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高中数学 蛮有名的应用 好 那 前面讲到高中数学应用嘛 那我们现在再讲这个 大学数学 你可能学到基论 或什么应用 好 比如说我们在做金融市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投资一些股票 好 那投资一些股票的话 我们想要去研究这个股票趋势啊 那有一派的人实际是不相信技术分析的 好 那其实为什么呢 好 他其实用到 他其实用这个 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个理由叫random work 随机面会来说明 好 比方说这个向上的这个几率呢 叫做p 然后呢 向下走的这个几率叫1-p 好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这个p一开始设定呢 如果是不等于1 2 的时候 好 那他呢 今天呢 走到原点的这个次数呢 我们走到原点的这个次数的几率呢 就会是0 好 那如果这个p呢 等于1 2 的时候呢 好 那走到原点这个次数的这个几率呢 就会是1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用来说明说 诶这个 金融市场的这种股市啊 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对 那详细更深的这些理由啊 可能就要等你们自己去发挥了 好 那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讲一下这个数据器带给我的能力 好 那数据器带给我以下4点能力 第一个的话呢 是提升这个逻辑思维能力 好 让我学会使用抽象来思考 而第二个的话呢 是呃 面对问题我可以理性看待问题 我不会是急急忙忙的 诶 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好 那主要的话就是面对问题 我们可以从本质来下手 我们可以看清问题的本质呢 去把它的重点给抓出来 再来是我们学习到的是呢 可以用策略性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啊 东一块西一块的 这样很没有策略性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了几门这个推荐的课程吧 好 那第一门呢 呃 系内呢推荐的这个 课程的线性怠数 好 那线性怠数呢 它应用其实蛮广的 取范呢工程啊 还有职序商管 都是它的这个生意 好 好 那就有数学家曾经预言哦 呃 那时候他说 未来的可能50年到100年 好 可能修线性怠数的学生呢 会超过修纬级份的学生 可见这线性怠数是一个非常 一个基础的科目 而且非常重要 好 那线性怠数会学什么 好 我们简单列一下 上学期可能会学到的是 矩阵 然后呢 线性变换 那下一期呢 会学到比较多一点 比较深 就是特认空间啊 然后呢 累积空间 然后呢 这些纠针缝啊 算质理论 比较复杂的 好 那我们简单概括一下 信心怠数到底是学什么 这边只是以 呃 国中生高中生的观点来看线性怠数 所以 比较复杂的就是等各位同学自己去 呃 阅读 好 那我们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呢 会学到一个多项式 好 甚至在高中的时候会学到矩阵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呢 都视为是一个向量 哇 怎么看的 我们把一个矩阵 我们把一个多项式呢 从呃 它的这个次方呢 由小排到大 好 那把它的系数呢 把它提出来 变成3682 摆成一直列 又或者是呢 我们把一个矩阵 把它拉直 变成是一个向量 好 那为什么要拉成一个向量 拉成向量到底有什么用 好 好 比方说我们今天呢 我们在多项式的时候呢 会学到微分 这个运算 那多项式学到微分这个运算 其实就是把这个次方丢下来 次方扫一次这样 的一个简单运算 好 那如果今天我们从向量观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应到就是 我们呢 把这个微分呢 看成是一个矩阵的乘法 好 比方说我现在呢 把这个矩阵建构出来给你看 好 就是这个箭头这边的这个矩阵 好 那这个矩阵的话呢 你今天呢 把它乘上这个向量 得出来这个结果 竟然会跟多项式微分 得到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多项式微分这个东西 显示一个矩阵的样子 那当然它还有很多 很多的例子啊 我这边只是举一个 微分的例子给各位同学看而已 好 那如果我们显然矩阵的话呢 其实在抽上 其实就变得方便许多了 好 好那再来现役代数还学到什么 现役代数呢 会学到一个 就两个东西 现役代数在矩阵的时候呢 会学到一个 一个就是现役系统 再来是特等方程 好 那什么现役系统呢 可能就是像各位同学呢 在国务高中时候 学到这种专利方程式 好那我们就把它写成是个矩阵样子 好 那在 这个高中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看过一个叫做特等方程 那什么特等方程呢 就是你把矩阵乘上一个向量 会等于常数乘上一个向量 好 那这两个向量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这我们叫特等方程 那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是蛮大的两个主题啊 它其实背后延伸出蛮多东西的 包括它的应用 好 那这边我们就不太详细多谈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以我们熟悉的这个现役系统为例子 我们来看看说高中跟大学 主要会学什么样的东西 甚至他们的比较 好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探讨就是 啊 对于这个现役系统啊 它的恰意组解 或是无限多的解 或无解 比方说恰意组解 我们会希望说把它的这个解呢 给写出来 好 就是用这个反矩阵的方式 方式给把它表达出来 再来是呢 这个无限多的解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参数式来表示它 在无解的时候啊 就不管它 就告诉老师说啊 这个东西无解 所以呢就不管它 好 而在大学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下一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而在无限多的解的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去找说 诶 它的长度最小的解 好 我们会加入这个现役空间投影的概念 去找到长度最小的解 而在 诶 而在无解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找寻它这个近似解 这个近似解的话 我们会找 呃 这个近似解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去 我们不会说因为它今天无解 好 我们会去找它近似解 好 那如何去统合这个下一解 无限多的解 跟无解呢 好 我们呢 大学会引入一个东西 叫做sudo inverse 好 我们就可以呢 利用这个sudo inverse 把它呢 这三个情况呢 把它统合起来 所以以后呢 不论你今天是针对哪个情况 我只要去解这个sudo inverse 就可以把这三个 可以表示这三个情况 对 好 这是大学我们可能会学到的一个 关于现役系统的一个理论 好 好 好 那再来进到这个sudo inverse 最可怕的这个 叫高等微积分 可能很多人听说这个高等微积分很可怕 就听可能高中老师啊 或是国高 或是国中老师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会说 你大学会遇到一个高等微积分 其实更可怕的并不是高等微积分啊 你网上修的话 可能会修到什么 10分析或是泛函 甚至到调度分析 这高等微积分只是他们之间的基础而已 好 但是以大学生而言的话 这高等微积分已经足以抽象 让他们觉得很可怕了 好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微积分的进阶 传说中是最可怕的必须秀 你可能发现说 开这门高等微积分课程 好 那可能就会变成是六代同堂 从大一到大六都会有 有人来修 而且呢 到期末的时候你发现说 我们来上课的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都已经退学了 对 好 那高等微积分的话呢 其实就是更严谨的讨论微积分嘛 我们知道说微分跟积分是一个极限过程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 我们要先把极限学好 再谈微分跟积分这样 好 那如果你只要把极限学好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 我们更严谨的学习到 什么叫做收敛啊 还有以及时速的完备性 好 那你现在呢 其实 如果从历史来讲的话 好 微分和积分其实是 原本是一个分开的东西 只是呢 牛顿老师 牛顿与他的老师巴弱 然后呢 把他们两个把它统合在一起了 那我们把它统合在一起的 定义的称作叫做 微积分基本定义 而如果今天想要证明 微积分基本定义的话呢 你可能就需要 学习到这个 聚运连续这个理论 好 那这个聚运连续的话 其实就是比连续 还更强的一个东西 好 好 那具体而言的话 我们高等微积分会学到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在上一区的时候 会学到这个 数列啊 函数 而下一区的话 就会学到比较抽象的这种空间 像是这种欧式空间 然后的复制空间 突破空间 可能对于很厉害的数学 数学系的同学来说 欧式空间可能不太抽象 对 可是如果对于第一次接触了 他可能觉得 哇 为什么要学这东西啊 对 好 那 比较 我们比较一下高中跟大学所学的 这个差异的话 我们高中跟大学 我们高中的话会学到这个收敛跟连续的概念嘛 对不对 好那大学的时候呢 也会学到这个收敛跟连续哦 可是你会发现说 哇 它就变成一个家族了 我们收敛其实有很多种 比如说这个 这个组点收敛 均匀收敛 还有这个几乎确定收敛 那 在高等微积分这门课程 主要会学习到 组点收敛 与均匀收敛 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学习到比较 比较 比较几率 偏几率的 又或者是说 学到那个十分期 才会学到几乎确定收敛 而在连续的时候的话 我们高中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连续就是一个极限值的几乎数值 而在大学的时候呢 更严谨探讨的连续 我们就会分成 这个Lipschitz Continuum 还有这个距离连续啊 什么等速度连续之类的 好 就会发现说 哇这东西其实变得非常多 好那如果今天没有把它理清清楚的话 你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完蛋 你完全不知道说到底 这考卷在干嘛 然后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现在如果你定理条件 没有记清楚的话呢 你就乱用一通 对所以 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必须严谨看它的这个数学 好那你要清楚知道说 这个条件我可以用什么定理 而不是说 看到这个题目啊 就随便乱正一通 这样是不行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学计算 好那科学计算的话呢 它前身其实是数值分析 那听说未来会改名叫科学计算 所以我就可以先把它换成科学计算这个名称 好 那什么是科学计算呢 它其实就是用来 借助电脑高效能的这个计算能力呢 来用来解决科学还有工程 经济的繁大问题 好 那主要学习到的话就是 第一个会有误差分析 还有这些近似法 以及矩增计算 好 然后呢 除了学习到这三个以外呢 我们还学习到一些演算法 还有一些关于MateLab程式上的操作 好 好 好那这像这种科学计算的话呢 它主要呢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好 比方说一个现在一个现实问题 好我们可以呢 透过一些数学方式来描述它 好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为 叫做数学建模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式 给建构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程式给写出来 好把它程式写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数值来模拟它 好但是呢 这个模拟的话 它就是用来可以做预测嘛 好但是今天预测的话呢 可能一开始呢 得到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可能要经过大量 呃 不断的调整参数 才会变成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变成是 会形成一个路径这样 好 所以做科学计算的话 其实你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用来做预测未来 好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像是 最近这个Covid-19很常卷嘛 好那在之前的话呢 就有税家曾经提出这个SIR模型 好 它就呢把这个 易感染者啊感染者 这个恢复者的关系呢 建成一个方程式 好 用这个方程式来描述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好 那其中的话呢 这个Beta跟Gamma呢 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寻找的这个参数 好 那对统计学家呢 他们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方法 而计算数学家呢 有计算数学家的方法 而对于这个 最近比较流行就是AI的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AI的方式呢 去训练出这些参数 然后去拟合它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种方程式的这种解法 其实越来越多远了 好 那你如果呢 修了这门课的时候的话 可能会做一些期末专题 好 那这些期末专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都跟你的这些现实生活中期相关 好 比方说呢 影像拼接 又或者是说这种人口随时间而成长 所以人口成长模型 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做影像的模糊与锐利化 甚至你可以用来做这个美国参议员投票行为分析 它其实是利用这个叫SBD分解呢 去分析说 这个他们投票行为 他们把这些投票行为的这些 把投票行为的这些东西把它萃取出来 好 萃取出来之后呢去看他们关键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发现说 哦 里面哪些人其实是 原本是这个党派的 却支持对方这个党派的 可以抓出内鬼 好 那又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用这个SBD的分解呢去做影像压缩 对 这些都是蛮常见的一些应用 好 那最后我们讲到一个就是 比较温和的一条数学史 好 那这数学史呢 第一堂课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 呃 希腊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说数学是永恒的真理 好 那记得那时候老师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数学 我们学习数学 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的学习它 而是因为我们想要 呃 变得更强才学习它嘛 因为很多人学习数学一开始 就觉得自己很笨 然后学不起来 所以就一开始就放弃数学 这不是我们应该学习数学的态度 好 那很多人常会讲啊 就是欸 数学很美啊 数学很美啊 数学到底哪里美 好 其实在数学家眼里的话呢 这个尤拉公式 算是一个 呃 蛮美的一个式子 1的iPad次方加一点而已 好 那它这个东西到底哪里美啊 好 好 这个东西呢 呃 集合了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到的各种数 好 比方说呢 我们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呢 有学过0跟1自然的数字 而到了国中的话呢 我们就学到了π这个数字 到了高中 我们要学到虚数的这个概念i 而到大学的话呢 我们经过微积分 我们就可以学到exponential1 这个数字 好 那这些看似这个无关的这个数字 甚至它们可能在不同的世界里 好 那我们可以呢 透过一条方式把它们给集合起来 形成一条完美的式子 这个就是尤拉公式 好 那这本课呢 老师也讲到 常常会分享一些小说啊 那 从今有一本小说里面提到 这个友谊数的这个概念 好 那友谊数听起来很有意思 好 它是讲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知道说 呃这个220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呃音数 这些因数呢 把它呢 给它写出来 好 我们把扣除自己的这些因数呢 把它加起来之后 就可以到284 然后呢 同理 284呢 一样 我们把扣除自己的数因数加起来 就可以到220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呢 数呢 就称为它的友谊数 好 所以你发现说 哇 这两个数 220跟284看起来没有关系 可是呢 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因数 好 它把它们结合起来了 所以呢 其实税加呢 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找寻这个 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把他们这些关系呢 把它找出来了 或许这个就是税加 它比较属于浪漫的地方吧 好 再来呢 是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直数定理 好 那这个直数定理的话呢 其实 它呢 呃 应用可以应用在密码学 那它主要的话呢 可以看出说 我们这个估计说直数 当数字很大的时候 大概会有多少个直数 对 好 那其实透过这个定理 我们可以察觉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数字越大的时候呢 直数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而且 就是它那个间距会越来越大 对 那我们数学家就把它称为叫做 直数的孤独 你发现说 哇 这直数越来越远这样 对 那这个也是属于算是 数学家浪漫的地方 或是幽默的地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这本课的时候 偶尔会探讨一些 比较跟文学一点的关系 比方说呢 像是这本书 是我之前在成功高中 呃 观课的时候呢 老师送我的 那这里面呢 记载的学生他们创作一些数学诗 那他们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呃 可能人事物啊 又或是跟爱情相关的 把它融进数学 把它结合数学 然后融进现代诗里面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乘做叫做文学与数学的这个结合 对 那如果是以数学的这个词语的话 就是数学与文学的这种线性组合 好那讲到这个数学词的话 我们当然上开探讨一个东西就是 欸数学到底是这个发明还是发现 其实这里两派都有人支持 很多人就坚持说 哦数学呢 其实是人类发明出来的 那很多人是也有认为的是 这个数学本来就存在在宇宙中 然后而是我们人类呢 只是去发现它的 甚至我们现在根本 发现的这些数学啊 其实根本还微不足道而已 对 那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观点啦 我认为这个数学呢 其实既是发明也是一种发现 好 比方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植数 这个植数这个概念本身呢 它其实是我认为它是一种发明 好 但是呢我们发明这个植数概念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而延伸出 进而去找到说 这些植数它延伸出来它的定理 所以我把这些它延伸出来的定理呢 我程度叫做发现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 那个数学记事发明也是一种发现 好 那在修正本课的时候呢 老师常常会介绍很多的这个数学科普啊 所以呢 其实我在大学四年呢 累积了蛮多的这种数学科普书 所以我平常也会阅读这种数学科普的这种习惯 对 然后呢并从中呢 获得我自己所想要的这些知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讲讲到就是关于教育的部分 好 那分享我的这个教育 休息教育学生相关经验与这个思想生的部分 好 好 那这个思想生的话呢 主要的话呢 应该说师资生 好那师资生的话主要是 大一下一下 大一下的时候就可以申请 那它主要筛选的这个机制呢 是用学业的成绩来筛选的 对啊 但是它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呢 是70% 而第二阶段的话是40% 通常你的成绩只要不要太差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申请到 对 那这边特别附注一下就是 这个是以我当年的这个制度而分享的 就是可能新的 新的制度又有新的规则 所以 这边只是让大家参考一下而已 好那再来是思想生 那这个思想生的话呢 是需要开给各个系一些名额 然后呢 只要你大山上 然后呢 符合资格的话就可以申请 对 那它是以成绩的表现呢 还有它里面的那个面试的成绩 来选拔的 对不是说啊 你今天申请的话呢 就可以去当这个思想生 对 好 那再来是这个教育学生呢 我们主要休息 在我当年主要休息的是 有26学分 好 那以教育 以教育学生来说的话 主要分成两派 一个是理论派 一个是食物派 那理论的话呢 着重的是教育的本质与基础 那可能老师上课呢 会教你很多理论相关的东西 教育理论相关的东西 你可能就要学习到什么 教育心理学啊 教育哲学 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偏向食物派的 那主要就是以这个 教育的实行与实践 对 那像我自己个人就蛮喜欢这种 像班级经理的课 班级经理的这种课程 所以老师上课的话呢 就会告诉你 该如何与学生相处啊 或是 去这个 呃 让学生去听你的话之类的 这种 好 那在我们系上的话 教育学生呢 主要有这些 当然以心智的话 可能就有点改变了 那在大二时候的话 主要就有两门课 一门叫做 数学四星发展 一门叫做 探究与实作 那大三的话呢 因为你的必修变少 所以呢 你的这个 教育学成的客人可能就会变多了 那我自己呢 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有这种教法教法啊 然后呢 客人发展与学评量 好 那 呃 比较有趣的是这个 教学媒体应用 那教学媒体应用的话呢 老师上课就会 带你操作这个GGB 然后呢 利用这个GGB呢 设计出你自己的一个教案 这样 那 其实我讲求现在这个108课纲的这种素养倒下 所以呢 其实这种 呃 课程中使用这种 科技的这种工具啊 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这个 这个教学媒体的话 大家 呃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好好的去上 好 那到大四的话呢 就会有两门呢 一门叫做教学实习 呃 一跟二 好 那这教学实习二的话呢 就可能会到副中去实习 对 那只是的话呢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面临了武汉肺炎 所以 就没有办法去副中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大家在线上啊 这样互相的去模拟视角这种方式 好 那如果你休息教育学程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设计 署名自己的这种 呃 教案啊以及学习单 那这个教案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说 你今天是一个演员 好 你在上台之前的话呢 你可能会写出 你可能需要 去准备自己的一个剧本 好 按照这个剧本呢 去演 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你要懂得做及时的应对 对 那可能就像课堂上 可能学生会 呃 临时问你一个问题 好你该如何去解决 对 你这个东西你必须先事先想好 然后再来是学习单的部分 这个学习单的话呢 呃 你可能去设计 一些课本之外 额外补充的东西 又或是说呢 你可能呢 按照不同的主题 就是比如说 比方说你可能 你的学生可能喜欢看某个动漫 或卡通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融入你的学习单 然后呢 借以增加学生上课的这种专注度 好 那像我那时候呢 休息这个教育学生的时候 欸 因为那时候是市长选举嘛 那我那时候教的 刚好又是那个数据分析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那个 市长的投票这种选举的这种概念啊 把它拉进来 然后呢 变成是我的这个学习单 所以那时候在市交起来的时候呢 你变得蛮欢乐的 好 好 那在108课的话 我们着重的是这个素养导向 那素养导向的话 主要就是 让学生 感觉数学其实蛮生活化的 然后让学生觉得数学 是很有用的 有感的学习 好 然后再来是科技融入 科技融入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 必须呢 让学生呢 会使用这个计算机啊 甚至呢 你在课堂中呢 会有这个ESEL的电脑的辅助 还帮助你 呃 完成你的课堂 好 那时候呢 在休息教育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来到三所学校呢 进行教学观摩 有来自新泰国中 还有这个成功高中 以及北一女中 好那当然有获得我自己的一些收获 因为尤其像成功高中这种 很多男生的这种学校 他们其实上课都非常的调皮 然后呢 相对于北一女的话呢 他们的学生就比较文静一点了 但是 我们都可以发现说 这些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都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 一些 嗯 可爱的地方 对 好 那比较让人比较 印象深刻就是 那时候在新泰国中的时候呢 老师那时候 是采取了学思达的这种方式 教育方式 那什么叫学思达呢 就是叫做 学习思考与表达 那主要呢 那堂课的话呢 主要 老师他有 先指定一些习题 好 那在指定一些习题的话呢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老师基本上呢 就准备一下照片上面的讲义 好 那可能就学生呢 在家里的时候呢 事先把这讲义上的内容呢 先读完 那当然在读的过程中 旁边有QR Code 是老师事先预录好的课程呢 可以先扫描的 好 那学生读完过程 学生读完课程后呢 然后来到学校要做什么事情呢 好 老师就进行分组 好 那这个分组其实又有一些学问了 你分组可以进行同直化 也可以一直化 同直化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程度差不多的分到同一组 好 那一直化就是 你可能按照他们的程度啊 然后呢 就搭配了一好一坏的方式去进行分组 好 那这分组方式 就单看老师他活动要如何进行啊 那只是那时候老师他就是有进行分组 那分组之后的话呢 他就是让每个同学啊 去分配一些习题 然后呢 把他们呢 叫他们把它录起来 然后呢放到FB的社团里面 好 那做这件事情的一些优点 有一些优点 那这些优点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事后的话呢 我们和那些学生讨论了之后就发现说 诶 学生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录的那题目 其实特别有感觉 因为他必须要讲解给其他同学听嘛 就是要把它录起来 所以呢 他就必须 必须要非常懂那个题目 而不是说啊 只是念过去而已 所以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题目是呃 非常熟悉的 然后呢对于其他组络的题目呢 虽然可能也不太熟悉 但是他们不太熟悉的话 他们可以反复的多看几次 然后呢 让他们呢慢慢熟悉起来 这样 所以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 是非常好的 就是可以 所以不仅让自己的这种呃 能力可以提升 能力可以提升 同时也可以帮助别人 甚至的话呢 透过这些影片的基础表呃 呃 的保存 好你未来想看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可以复习这样 好那马上进入到这个思想生的这种经验分享 好那思想生是什么呢 思想生的话呢其实 他是一个呃 每每每个学期呃 每一年每个学校呢 会开给每个系呢一些名额这样 然后这些 他会提供这些名额 这些思想生啊 然后一些奖学金 但是呢你同事也要去履习你的一些义务 好 那后面又想继续介绍 那只是为什么当时会申请呢 主要是因为好奇 然后当然看到他有丰厚的奖学金 然后再来第三个 我想要挑战自我 我觉得我大学人生呃 好像过得平凡无期耶 总要来点不一样的嘛 所以我就去申请了 好 那 当年的话呢 我申请的时候名额只有一个 对 而且好像只有我一个去申请 所以就刚好就上了这样 好 那这思想生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 你要履行一些义务啊 你可能要去呃 听了都讲座 然后去辅导之类的 那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你都要把他的心得给记录下来 然后呢并且收纳到这个叫做 辅导 辅导检核的手册 好 那在开学的第一周的话呢 你会把这个手册呢 交给他们做检核 那检核通过之后 你才能领取你的这个奖学金 不是说啊今天你申请上了之后 而是每个月按月发放 不是 你要经过检核之后 他才会发放奖学金给你 好 那我们刚有提到就是说 你需要旅行的义务有什么 好 像是这个工作坊 他会要求你说 你要去听一些工作坊 好 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教师素养 好 那像我那时候的话呢 就去过那个 一些工作坊 像是这个我们四大数学自己 有举办的这个素养工作坊啊 又或者是像是这个 下面这个也是 可以 也是从中有获得一些自己的收益啊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你要旅行一些你的一些义务辅导 就是呢 你可能要去一些高中啊 然后呢去做 课后辅导 帮助那些 成绩比较后段的一些孩子 好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呢 到中和高中辅导 那个学生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其实是 还蛮讨厌数学的 好那时候呢 我交一段时间之后 跟他稍微聊一下 说 为什么你会 那么讨厌的数学啊 好 那其实跟我说是 他们老师 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 成绩好的学生 好那我大概也可以懂他那种心情 就是 因为那个学生他其实 程度比较 没有那么好 他可能呢想一个东西呢 就会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对 好 但是 我其实就是非常耐心的教他 那教了一段时间 教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慢慢发现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很喜欢看科普的一些小说 或是一些 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书啊 对他都会跟我讨论说 他看了什么什么 看了什么什么 所以我在教他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啊 把他融进我的课程里面 然后他也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他就慢慢 喜欢上跟我学数学这样 那到后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这个义务辅导结束之后 他还是想继续请我当他的家教这样 但是那时候 因为我面临的毕业 所以我只好去找朋友 好来帮忙帮忙他这样 对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如果你担任思想生的话 你必须参加这个教学能力检测竞赛 那这个教学能力检测竞赛的话 主要分两个 一个是教案设计 然后另一个是教学演示 好然后你必须设计出一个 你自己专业科目的教案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 你可能要在公开场合上进行教学演示 好主要有这两个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你两个都报 就是还有总共有三个选项 好那只是我那时候 好像错过了就是 这两个分开报名的这个时间点 所以最后一个名额的话 就只是就是 我必须两个都一起报这样 好 好那我两个都要报的情况下 就变成是说 你一方面要准备你的教案 好你必须设计你的课程 还有你的学习单 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设计的就是 我把那个海贼王啊 融入了这个三角元素的这种正弦定理 然后呢去设计教案 因为我发现说 其实那个评审老师都是文组的 所以我不可能去教太多太尖色的数学 甚至去证明 所以的话呢 我只好就是 把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卡通动脉人物呢 把他融进住 融进我的课堂里面 然后让他们觉得很有趣 好 好那当然最后的话呢 也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我获得第三名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的是 上面这个 我发现说第一名啊 第二名啊 还有他后面的佳作 其实都是以文组相关的这个学习 而我只有一个是理主的 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当时的话呢 我这样做确实有打动老师的这种心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分享我的教学经验 那我的教学经验的话呢 主要有来自三个 第一个的话呢是补习班大学又或是视障协会 好 那从前面有讲到的是 我从大一的话呢 就在补习班当了解体老师 好为什么我想要当解体老师呢 我不想让学生重复走上一些愿望路 我们常常在算一个数学的时候呢 然后呢发现说 哦这个数学算得很努力哦 然后试过各种方法 却发现还是算不出来 然后最后你就会想放弃它了 而我想要让学生学习到就是一个 学习数学的一个正确态度 然后引领他们走向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 不要让他们觉得 哇学数学很挫折 好所以因此的话呢 那时候我就在补习班当了解体老师 然后也获得一个不错的一个评价 那在学生毕业的时候呢 他们呢都会写卡片给我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 心情还蛮开心的 那学生毕业之后呢 就会和学生成为朋友嘛 那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呢 也是会遇到一些 数学问题啊 或是一些忍生问题 那他们偶尔的话呢 也会来找我聊聊 所以学生毕业之后呢 就与他们成为朋友 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呃单人系上的助教 那在大事的时候呢 我被老师呢早去担任 系上高等维基菲与为方程助教 好那我在担任助教的时候呢 呃有帮他们准备了 就是在考前来 帮他们整理一些讲义啊 然后并且一些 录制一些YouTube影片 好那这个讲义的制作呢 主要是把各个原文书 一些比较经典的题目 把它收集起来 并且呢把一些 台大清大交大的一些 考研的题目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变成是这份讲义 好那这个我做法是希望说 我希望他们未来如果想要考研究所的话 那他们 呃有具备一些坚实的一些基础 好不输呃前几志愿的一些学生们 好那呃 但是呢在这个未来的路上 他们这条他们自己人生的道路 必须他们自己去去自己去走嘛 对 我只能担任他们的陪跑 但不能担任他们的带跑 所以的话呢真正的道路 必须由他们自己去走啊 所以我只 所以我当然希望说就是 能顺顺利利的帮他们 引领他们向前迈进这样 好那在下学期之后的话 我就获得这个 系上的这个优秀教学的助理奖 也是让我这个信心大增 我知道说 我的努力呢 然后呢学生是有接受到的 好那也因此呢在我毕业的时候呢 就收到很多来自学弟妹的祝福啊 像这个是我和 呃 我和另外一位助教 然后那时候在毕业的时候呢 然后就学弟妹他们就写码卡片 然后呢送给我 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感动这样 好那再来是第三个就是 我到这个视障协会 好那去辅导 那边的弟弟 国中数学还有理化 好那在辅导过程中 那有遇到一些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但是因为他们看不到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说 要用哪种表征来教讨他们 好 呃 比方说他们呢 考理化的时候呢 会遇到那些 比如说 容易的颜色啊 又或是说沉淀物的颜色 他们或许这辈子 都没办法去感受到 什么叫做颜色这个概念 但是 他们也是 必须跟正常的一样 去经历了这些大学 呃 这些会考 或是这些大学的这个考试 所以 他们也是必须要去 呃 实际硬背这些概念 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和那些 那边的老师去沟通 就是说 诶 有些比较难理解的概念啊 该如何去找他们 好 那其实那时候和他们老师 聊过之后呢 发现说 他们其实呢 会去制作一些道具 那这道具的话 就是让他们可以用触觉方式呢 去 呃 离摸那种感觉 虽然说颜色 是没办法去 呃 透过触觉去感受的 但是有些东西呢 还是可以透过摸去感受到的 所以 那时候其实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也去想说要如何教他们 好 那 那除了用这种道具以外呢 我 我还做了一些改 教学上的改进哦 我发现说 其实那些 弟弟在上课的时候 很容易分心 因为他们其实呢 就 本身就看不见嘛 那看不见的话呢 你一开始讲 一大堆的一些理论的东西 他们根本不可能专心听啊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利用了数学游戏 来建立他们的信心 在过程中的话呢 我也不断的去鼓励他们 就说 哇 你很棒哦 很好哦 再加油之类的这种话 然后让他们呢 希望上我的数学课 对 好 那那时候的话呢 就是 因为我即将毕业了 所以也准备要离开 那在离开的时候的话呢 那时候他们就问说 老师啊 将来你会不会回来 其实我就跟他说 当然会啊 老师当然会回来看你们啊 只是那时候的话呢 那些弟弟们就跟我说 当初 和我一样 来辅导他们那些 哥哥姐姐们 也承诺过他们一样的话 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回去了 对 我听到呢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蛮难过的 甚至我离开的时候呢 我自己 回到回到家 其实 有掉出眼泪 对 但是我那时候是承诺过说 只要我答应你们啊 我就一定 老师一定会回来 所以 将来的话呢 我一定会回去去看他们 对 好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老师呢 是一份掌声与泪水交织的一个职业 身为一个老师的话呢 你每年会接触到不同的学生 你送走一批学生 然后呢 同时会有一批新的学生也会跟着进来 你每次所遇到的学生同时都是十六啊 十七岁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的新智年龄其实都也是停留在十七十八岁 好 那我自己呢 辅导过了三个地方 那三个地方分别是补习班啊 学校啊 去上校协会 那这边当然就是需要一些角色转换 在我高中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成为的是一名补习班老师 可是当我真正成为一名补习班老师之后 我发现说 当你站上台之后的话呢 当你真正站上台之后 好 那你可能下课之后呢 就回家 好 直到下一次上课 再与学生见面 那如果你今天成为的是一名学校老师的话 好 那你可能会带导师班 你就可以去倾听学生的一些心情 与学生聊天 这或许是我更想要追求的 所以的话呢 我逐渐在修习教育学生的过程中 我想要成为一名学校老师 好 再来是补习班老师与试障协会的一些区别 在补习班的话呢 我们常会遇到就是很多程度很棒的学生啊 可能呢 像是见宗或是北京的学生 那你可能呢 稍微清点一下他们的观念 他们就很快要理解了 但是你在这试障协会的时候呢 你遇到的这些弟弟妹妹们 他们本身呢先天上就比别人还不足 甚至他们在学习 学科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呢 就会学习比他人还更难 而更慢 甚至呢很多概念呢更难呈现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你就必须以一些鼓励的方式 告诉他们说 你表现得很好喔 很棒喔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再加油吧 让他感觉到 其实呢你是很关心他的 好所以呢 补习班呢和市场协会这两个的身份上转换 其实就满大区别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讲到最后一个探索未来的主题啦 好 那首先的话呢 我会分享就是我辅修自公系的这个经验 然后再来是这个国家理论中心的研究计划 好那前面有讲到说 就是现在现实面临的这个扫子化 还有这个直觉赏 呃 教师直觉赏 好那教师的薪水呢 虽然稳定呢 但是却没有很多 好 主要的话呢 那时候我就参加了就位博览会嘛 那我就发现到说 诶 城市设计的是我们必备的能力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览就览去辅修自公系 好 但是在辅修自公系之前呢 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就是 我其实在大一的时候呢 是非常讨厌撰写城市的 好 那为什么会讨厌呢 其实这个和这个数学系 它的这个 呃 可能 城市设计的这个 安排有关系 所以后面会讲到就是 数学系的城市设计 和自公系的城市设计 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 好 所以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申请了自公系辅系 然后呢 我也逐渐从这个排斥啊 到接触它 好那 呃 在我去自公辅系之前啊 我其实有先去这个 台湾大学的这个 资讯系统训练班呢 去先学习 十堂课的这个C语言与Python课程 那我个人认为说 诶 那边的老师其实 教的蛮好的 甚至呢 呃 他也是蛮有耐心教的 你下课如果不会的话呢 那他也会 慢慢的耐心的教你 好 那在暑假的时候呢 其实我花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每天都在写程式 从早写到晚 然后写到 写到眼睛 差点下掉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我负责 呃 打基础的时候 然后直到开学开学之后呢 我去上自公系的课程 就发现说 诶这边东西其实 就暑假就先接触过 就比较轻松容易 好 那 呃 呃 你写程式的话呢 主要有三个层次哦 就是那时候呢 去修自公系的课的时候呢 就有慢慢体会到老师所讲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大一的时候呢 就先会写嘛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而到大二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学习到一些 像是演算法啊 或是资料结构的一些 呃科目 那这时候的话你就会 开始追求你的效能 以及效率 你就会明白就是 我们的空间 要如何培植 时间要如何 空间与时间 该如何去掌握它 而到大三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不是要求说 这个效率效能要好了 我们甚至呢 code要写好 这个东西我们检测 你的coding style要好 那因为你未来进业界啊 你可能要跟别人去一些合作 那你合作的时候呢 你总要让别人看得懂 你的code在写什么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就要写得很漂亮 甚至呢 要写得比较标准一点 让别人轻松阅读 好那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去修行那个 资公系的这个 程式语言 好 那比较一个特殊的基因就是 呃 那时候在其中考的时候 好 应该说其中考前的这个小考 好那那时候的话呢 呃 小考老师出了议题 好那这个议题的话呢 他其实 呃 自公系的考题啊 他会给你一些测值 而这个测值的话就是 告诉你说 呃你输入什么 然后呢你输出就会变什么 对 好那那时候的话呢 我就刚好就把程式给写完了 好那写完成之之后的话呢 然后我就把老师的测值都测过了 那那时候我就发现说 哦我其实非常有信心 我可以拿到百分 好了就把它交卷了 好 但是呢实际上考试改下来之后 发现说 哇 我怎么最后只有40分 我就发现很奇怪 那我就把我程式打开 重新看完之后 发现说 哇 我在这个回缺里面呢 不要小心把他的这个index 把他的2啊 写成1之类的 然后 就导致一点小的错误了 就让我从100分变成是40分 好 那这个 这让我明白什么事情呢 我们知道说 在程式设计上呢 其实一点犯错都是不能容忍的 因为呢 你将来如果是要帮客户 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啊 哪怕是一点的bug 其实 你只要有犯一点错误 你都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好 那这个就和数据系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在数据系常常在写证明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笔物 好 那在笔物的时候可能助教想说 哇 其实你是懂这个概念的 好 那整个逻辑大家都没错 所以呢 笔物它可能就扣你一小点分数 但是如果你在自工系 犯一点错误的话呢 他就整个把你的分数 击乎砍半了 所以这个是 资工与数据的差译 就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 所以就想知道 如果求资工系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常常遇到bug 有时候你遇到这个bug的话呢 你可能 自己看都找不出来 但是呢 你可能 请同学帮你看 或是与他讨论之后呢 你才会找到这个bug 所以bug的话 总是令人最痛痛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来比较这个数学系 那数学系 与资工系的程式设计的差别吧 好 那数学系的程式设计的话呢 我们会 呃 主要有开 主要两个半或三个半 好 那 开两个半的话呢 主要就是分两个程式语言 可能学习到的是 python啊 或是malib 好 那数学系的话呢 主要学习到就是c语言 那他们的差异是什么 我们数学系的话呢 主要是 嗯 着重韩式医用 那也就是说 我们数学系写程式的话 主要是把这些程式啊 当作一个计算机 比如说呢 我们会去算一些极数的东西啊 然后比如说 我们会画一些数值的结果 对 那时候我在修数学系程式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东西好无聊喔 就是你要去背一大堆韩式 然后呢 你要去背一些指令 然后呢 去背一大堆韩式 然后呢 去完成老师所要求的 好 那资工系程式就比较不太一样了 它会给你一个实际的问题 好 那你要去想办法呢 去用你自己的逻辑 然后呢 去建构出你的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演算法 然后去撰写 对 那这个 如果你今天逻辑设计的不太 如果你今天 这个 演算法设计的不太好的话 你就发现说 你可能会浪费掉很多空间啊 或时间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 自己觉得就是 我修自工系 比较 觉得自工系的成色比较有趣的地方 好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喔 像数学系的话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题目 好 那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要去算一个现役系统 好 那这个现役系统其实就是 你只要照着上面这个步骤去打 好 那就可以 output它想要的结果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是学程式 然后就只是 照本学科 也就照它打 那打完之后就跑出结果 这可能 对我当时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自工系又不太一样 自工系的话呢 就是像这个 老师出了这个题目 好 它就是要你去设 它就是设计一个云霄飞车啊 然后呢 你就要去解决 它这上面要求的这个问题 那我自己当时在修这个自工系程式的时候 我就觉得 蛮喜欢的 就是你面对不同题目呢 可能就会有不同样的问题 要你去解决 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巧思 用你自己的智慧 然后呢 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所以这就是数学 和自工的一个 程式设计的差异 好 那我自己修完的这个 自工系的程式设计的话呢 主要呢 统合了几个优点 好 与困难点 好 我们数学系呢 在去修自工的程式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优势与困难啦 那优势的话就是我们呢 会进行策略性思考 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个数学工具呢 会比较多元一点 比方说我们在计算 呃 判断是不是指数的时候 我们就 会有一些数学上的定理可以使用 对 那可能对于自工系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用比较暴力的方式去解决 好 那对数学系来说困难点是什么 我们程式能力撰写上并没有自工系他们强 对我们数学系常常其实就是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不知道如何去撰写它 所以其实你念数学 你念 不管是念数学还是念自工 其实都是各有有缺点的 好 好 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资料科学与这个程式设计 这个是我当时去修了一门通识课 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个老师所开的通识课的 那当时所用的是Python啊 还有这个简单的这种统计分析 好 那这门课呢 主要呢 结合能力有三个 第一个是程式 再来是统计学 还有以及你系上的专业 你可能是地理系的话 你可能就会制作跟地图相关的 好 那你可能是化学系啊 你可能就会制作跟化学相关等等的 好 那那时候的话呢 老师上课呢 就实作了一个例子 他就把这个 可能去 政府呢 去掉了一批资料 然后这个 这批资料呢 主要呢 在描述就是像上面这个自行车的这个 窃盗案 好 那他上面的资料拥有的就是他这个 发生窃盗的这个 发生偷窃的这个时间啊 还有这个地点 好 那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呢 把它利用这个图表啊 进行视觉化 我们就可以分析说 在哪一个时间点 或是哪一个月份 好 那这个窃盗发生的是比较频繁的 那这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呢 去加强你的巡逻 对 所以其实呢 做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其实是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 好 那在 在期末之后的话呢 我就自己实作了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 交通事故分析 好 那这个交通事故分析的话呢 也是一样 我去这个政府啊 拿了一批资料过来 好 那我去看说 这个全台湾啊 到底是哪边啊 比较容易发生 发生事故啊 然后呢 并且把这个 六都 六都 发生这个意外的这种 次数把它统计出来 好 那我那时候其实发现说 好像在桃圆的某一个 某个地方好像 发生事故还蛮频繁的 对 那时候我就有去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就有去查相关的新闻 对 然后就觉得 哇 这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就介绍一下就是 我在国家理论中心 参加这个大尊生的暑期研究计划 好 那如果更多东西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去申请 那这个是在6月申请 那它是 依照你的这个学义成绩 还有你的学习动机 就是你可能要写一份报告 然后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想要进来这样 好 那当时申请的这个组别呢 是影像处理的变分模型 数字方法 好 那当时我们进去的话呢 无碍物就是 我们 每天啦 就要读一大堆paper 然后呢 要写一大堆程式 并且整理数字结果 好 那 这个程式的话呢 就是我们必须 从头开始刻完 对不对 然后呢可能做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bug 那这些bug的话呢 要如何修正 因为这东西是你自己写的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找看 自己去找 这样 好 那 所以这时候就是先体验一下就是 你真正成为一名数学家 然后你做研究的这些态度 所以有时候你在 可能晚上的时候呢 你可能已经上床了 可是呢 你突然又有一个想法 那你就会跳起来 好 就打开电脑 好 可能去修改你的程式 又或是你可能拿开拿纸 然后去重新推到你的一些证明 对 所以 其实做研究其实非常辛苦的 好 那我们 我来 我来稍微讲一下就是 当时我做的一些 结果 好 那当时呢 我利用这个变分模型方法 数据方法呢 去做了一些 比如说像是这个影像去杂讯啊 又或是说 做这个影像的这种强化对比 像上面的这只狗啊 它原本是上面有一个 胡椒的这种颗粒感很重的 那我们透过了 我们的这个模型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些 很重的这种胡椒感 把它给磨平去掉 所以就变成是比较柔和一点的影像 而像下面这个呢 左边的这张图片呢 它原本呢 在那个比较暗的地方呢 你是看不到树木的 好 那我们经过模型调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树木呢 逐渐显现了 而且变得比较颜色变得比较好看这样 对 所以其实呢 这些比较很深入的这个数学呢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些生活呢 是有蛮有帮助的 对像是这种影像的调整 好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呢 就是除了做研究以外 我们当然期末也会有一些成果报告嘛 那这个期末的成果报告呢 就是来自于各个不同学校 有台大、清大、交大、包括政大、成大 你就会发现说 来自各个学校的精英呢 然后齐聚一堂 然后互相讨论 同时底下呢 也会做了一批 国内外很知名的一些教授 好 那其实我在时候 其实站上台是 还蛮 就是 蛮紧张的 对 但是我自己是 因为有教学经验嘛 所以呢我其实是把台下的教授 当作是学生一样 对 那只是呢你在跟台下教授报告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一些 用高观点的一些 角度去切入一些问题 然后甚至呢你可能就会 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sense 去讲解一下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就比较不太一样 那当然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 我们这次的专题 好 那 这次的话我们这个 其实是有 三个 我们小组有三个成员 那分别来自 政大跟交大 那我也在 我也在这次的专题中呢 学会他们互助合作 懂得信任队友 我们知道说现在数学呢 已经不再是你一个人 那个闭门造句了 而是你要学会与他人合作 并且学会呢就是 把自己擅长的 做自己擅长的 然后呢 把每个人擅长的地方给结合起来 并且呢 可以互助 并且交换心得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这样 好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和两位师大学弟呢 在这个理论中心的这个门口所拍摄的影像 那这两位学弟的话呢 他们是找另外一个老师 然后是做跟COVID-19相关的病毒模型 好 那最后讲到的是研究所的选择 那研究所选择的话呢 前面有强调过就是 也有应数啊 教育啊 资讯 这三个可以选 好 那 主要的话呢 就是我后来在做研究发现说 有计算数学这个领域 那这个计算数学的话呢 它里面是什么呢 有科学计算啊 数值分析 矩增计算 计算 计算构影几何 甚至还有最佳化 那这些数学呢 其实呢都 除了你要会数学以外 你甚至还要会写程式 对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是我的心得与收获 那我目前这些大学的这些经历啊 未来将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然后也会成为未来一个漂亮的履历 好 那我们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大学的这个收获吧 好 那在大一的时候呢 我介绍说 我其实在不停的适应新环境 然后呢 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吻顾自己的课业 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呢 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念书 然后并且让自己的这个素养呢 有所提升 而在大四的时候呢 我就尝试了接触新事物 呃 像是去资工辅系啊 又或是说去呃 去申请师奖生等等 那又或者是大二下去呢 国家理论中心去参加他们的研究计划 好 那在大学中呢 那我念大学之后呢 就开始让我重新的认识数学 尤其在大二数学时 大二数学时呢 老师告诉我 我对数学又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学习到这些数学的这些定义啊 以及定理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让我用不同的眼界去观看他们 而在我后续呢 接触到应用数学 我认为呢 学习数学实际是有用的 因为它与生活呢 其实息息相关的 再来的话呢 是我在教学中呢 找到自我价值 因为呢 我的用心教学 而帮助到了很多人 虽然的话呢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帮助 但是呢 却可以带来他人很大的影响 那我也在担任助教的时候呢 认识到了很多很棒的学弟妹们 好 因此的话呢 我就结合我自身的这个 数学与程式 结合这两个呢 发展出我自己的第二专长 并且呢 现在呢 投入了关于计算数学的研究 好 但是如果呢 重来的话 我希望呢 我自己能好好把握大学时光 参加社团活动 因为大一到大三的时候 就花很多时间在补习班 也在 花很多时间在念书上 所以就没有机会呢 去参加很多好玩的社团 然后呢 并且呢 我也希望自己 能好好学习英文 因为现在 呃 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说 英文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目 我们发现说 不管你是做什么理论 你要都阅读 你都要阅读很多的paper 那这些paper的话呢 都是以英文的形式撰写的 所以英文能力非常的重要 好 那最后是给一些未来学弟妹的话吧 那 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大学四年的时光啦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你们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 大学的话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希望呢 你们去发现自己的优点 并且弥补自己的缺点 你未来找工作的话呢 一定是从事跟你优点相关的 并且是你有兴趣的 而不要让你的缺点成为你自己的短板 不然的话 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 你其实都做不了 第二个话呢 其实是充实你的大学四年人生 大学四年呢 是你人生最自由的时候 那我当然推荐你们可以去修习第二外语啊 或是程式设计 好 将来呢 你出去社会了之后呢 你想要再学 其实都没有什么机会了 好 你可能想说 你之后不是还有研究所吗 可是研究所的话 你会发现说 你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在你的研究上面 你就没有时间去学 甚至的话呢 你将来呢 出社会了之后 你要学的话 你必须缴庞大的学费 才能去外面的补习班 去学外语啊 程式设计 所以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呢 好好把握这四年呢 然后呢 利用最便宜的方式呢 去学习到这些知识 那不就是最好的方式吗 再来是享受知识呢 带给你的喜悦 找寻自己有兴趣的领域 然后呢 追求卓越 虽然你的兴趣呢 可能一遍再遍 但是呢 你永远要保持你对知识的渴望 那你这样就学习到很多 不害怕挫折 永远勇敢的面对你的失败 跌倒的站起来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你在大学期间呢 跌倒了 无论跌倒多少次 你都可以花很多 你都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呢 去学会如果站起来 可是你今天到 你今天出了社会之后 你一跌倒了 你就要立刻站起来 别人不会给你时间 让你等待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好 再来是思考未来 不论呢 你是追寻自己的梦想 你当初的坚持 又或是你像我一样呢 看清未来的现实 你都要给一个 自己出社会前的准备 你都要在大学 大事之前呢 先想要说你未来到底想做什么 而不要说你今天大学毕业之后 好你才开始想说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 这样的话呢 你就比别人还浪费 非常非常多时间 有点可惜 最后的话呢 就是你要珍惜拥有 懂得珍惜的人 懂得珍惜资源 以及身边的人 你才会觉得自己很富足 所以珍惜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要跟五年后我自己说 莫忘初衷 不要忘记当初 呃 拥有乐成的自己 这些 这些大学 大学这些乐成呢 呃 都是让我自己 让我自己非常富足的 所以的话呢 呃 我想告诉自己 不要忘初衷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要送给各位 一句话 就是手握数学的把钥匙 整个世界呢 将等你开启 数学其实是很有用的 那只是呢 看你怎么用而已 那最后的话呢 谢谢各位同学 还有师长IOH的工作人员 以及一路上协助我的helper 那在我大学四年成长的过程中呢 谢谢大家的陪伴 以及录影这段期间 大家的陪伴 那我拥有了这段美好的一个回忆 谢谢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兰金格一门的林总经理 送我们的一句话 人生的定位呢 及努力一样的重要 那谢谢林总经理